当有人不尊重你时 记住六个字 你就赢了 万言万当 不如一末 在人际交往中 尊重是基础 而当遇到不尊重你的人时 不必与其纠缠 而是选择以不争 不理 不怒的姿态来应对 不争 以退为进 是一种睿智的处世之道 就像那位插秧的僧人一样 退一步 换来的可能是更好的前进 曾有一位朝廷重臣张之洞 面对他人的嘲笑和诋毁 选择不与其争执 而是以行动来回应 用自己的节俭和成就 证明了他的价值 最终赢得了尊重 不理 沉默是今 有时候沉默胜于千言万语 黄庭坚曾言 万言万当 不如一默就像古代宰相公孙宏那样 面对极案的诋毁 他选择沉默 不为口舌之争所动 最终赢得了汉武帝的赞赏和信任 不怒 放过自己 愤怒只会伤害自己 在生活中 杨将和钱中书 经历了房东不公的对待 但他们选择了远离 以自己的方式过好生活 毛母说 一个人如果因别人的愚蠢而生气的话 那么他一辈子就会生活在永久的持续愤怒中 因此放下怒火 让自己心情更加轻松 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综上所述 当有人不尊重你时 不必陷入口舌之争 而是以不争 不理 不怒的姿态来应对 让自己过上更加自在 坦荡的生活 不争 以退为进 是一种睿智的处世之道 这句话强调的是 在人际交往中 面对挑衅 冲突或不公平待遇时 不要盲目地与对方争执 而是要保持冷静 退一步思考 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举个例子来说 在工作场合 当你和同事产生了意见分歧 或者遇到了领导的不公平对待时 可以选择不直接与对方对质 而是先暂时退让 冷静分析问题的根源 寻找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 也许可以选择私下与对方沟通 表达自己的想法 寻求共识 或者通过合适的渠道 向领导提出自己的观点 争取公平对待 在人际关系中 如果遇到了与他人的矛盾 或者冲突 也可以选择退一步让步 以换取更好的人际关系 和和谐的相处 有时候 放下一些小的不满和纠纷 保持平和的心态 可能会换来更加长久和睦的友谊 总之 不争 以退为进 并不是示弱或者被动 而是一种智慧和包容 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时 更为高效和成熟的方式 不理 沉默是今 这句话传达的是在某些情况下 保持沉默和不争论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他强调了在面对争执 误解或者不公平待遇时 选择不去激化矛盾 而是保持冷静沉默 以此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或者伤害 举个例子来说 在工作场合 当你遇到了同事的批评或者挑衅时 有时候选择保持沉默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回应攻击性言论或者情绪化的行为 往往会加剧矛盾 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而保持沉默可以让你有更多时间冷静思考 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人际关系中 当你遇到了与他人的分歧或者冲突时 有时候选择不理会对方的攻击性言论或者行为 保持沉默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逃避问题 而是为了避免情绪化的争吵 为双方争取更多的冷静思考和解决问题 总之不理沉默是金并不是软弱或者被动 而是一种在特定情况下保持理智和冷静的智慧选择 通过保持沉默 你可以在不增加冲突的情况下 更好的处理问题 并寻求更加理性和和平的解决方案 不怒 放过自己 这句话传达的是在面对挑衅 冲突或者不公平待遇时 选择保持心平气和 不被愤怒所左右 从而保护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健康 举个例子来说 在日常生活中 当你遇到了他人的无理取闹 攻击或者不尊重时 选择不被愤怒所左右 而是保持冷静和宽容 是非常重要的 愤怒往往只会加剧情绪的波动 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 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 因此 放下怒火 保持内心平和 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稳定至关重要 在人际关系中 当你遇到了与他人的冲突或者误解时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是一种成熟和智慧的表现 通过放下愤怒和仇恨 而选择包容和宽容 你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心 保持与他人的良好关系 并且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 总之 不怒 放过自己 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和修养 通过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宽容 你可以更好地处理挑战和困难 保护自己的心灵健康 实现更加积极 健康和和谐社会 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和冲突时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也是非常有益的 以下是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与家人的冲突 假设你与家人发生了意见不合或争吵 可能是因为家务分配 金钱问题或者孩子教育等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避免情绪的进一步升级 保持家庭和谐 你可以选择冷静的沟通 倾听对方的意见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避免陷入争吵 与同事的矛盾 工作场合经常会出现与同事的矛盾 可能是工作分配 意见不合或者竞争压力等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避免影响工作效率和团队合作 你可以选择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避免情绪化的行为 保持专业和冷静 遭遇不公平待遇 有时候你可能会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比如被别人误解 歧视或者背后诽谤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保护自己的情绪和形象 避免被他人的行为左右 你可以选择忽略他人的言论和行为 保持自信和从容 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交通纠纷 在驾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可能会遇到交通拥堂 违章驾驶或者其他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 导致交通纠纷或者争吵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避免交通事故或者进一步的冲突 你可以选择保持冷静和理智 避免与他人争吵 尽量避让并寻求和平解决方式 通过以上方式 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挑战和冲突时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保持冷静和理智 有效解决问题 保护自己的情绪和形象 促进个人成长和生活和谐 在交友处事中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同样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以下是一些例子 遭遇不友善的人 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态度不友善 言语刻薄的人 可能是在社交场合 工作场所或者网络上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避免与他人的冲突 保护自己的情绪和形象 你可以选择保持冷静和礼貌 避免与对方争吵 尽量避免接触并寻求与友善 正能量的人交往 面对背叛或误解 有时候你可能会遭遇朋友的背叛 误解或者不信任 可能是因为传言 误会或者其他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保持心境平和 避免情绪受到影响 你可以选择沟通解释 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 或者选择接受并放下 寻找新的友谊和支持 处理友情纠纷 有时候你可能会与朋友 发生分歧或者矛盾 可能是因为利益 观念不合或者其他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保持有益的持久和稳固 你可以选择冷静的沟通 尊重对方的意见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避免情绪化的行为 保持友谊的价值和尊重 遇到情绪波动大的人 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情绪波动大 易怒或者暴躁的人 可能是在工作中 学习中或者生活中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可以保护自己的情绪和安全 你可以选择远离这样的人 避免与其接触 保持距离和安全 同时寻求与稳定 正能量的人交往 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 通过以上方式 你可以在交友处事中 选择不怒 放过自己 保持心态平和 避免与他人的冲突 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 实现自我成长和生活和谐